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新赛季 两只被很多球迷看好能够在今年总决赛 相遇的球队篮网队和胡人队打的是一地鸡毛 胡人队那边咱就不用说了 说的霍华哥和浓妹哥都打起来了 篮网队这边呢 如果欧文不是地平小王子 或许他们已经在正轨上 可惜的是欧文的属性是欧神仙 赛季前 哈登信誓旦旦的好话 我们支持欧文 别担心 就算欧文没有回来 我们也能夺冠 结果呢 相信此时累得气喘吁吁的杜兰特都想要弄死哈登 来往经历一场焦点苦战之后惨败给了黄蜂队 这场比赛哈登再次现原形 在没有了罚球保驾护航的情况下 大胡子登哥甚至连得分都变得很困难了 两大超级对阵三球 这不得手到前来 杜兰特这边怒砍38分 而哈登那边呢 16中6 3分球8中2 拿到了15分7篮板8助攻 同时贡献8次155次犯规 简单的从哈登的得失表现来看 就是杜兰特一个人单挑了黄蜂 哈登为何开始低迷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赖已生存的碰瓷不管用了 新赛季 联盟对于规则进行了修改 哈登也在为前几年的碰瓷还战 美国媒体也是赛后带来了全新统计 根据美国权威数据网站Basketball Reference的统计 哈登本赛季的罚球数已经来到了个人生涯的新低 场均只有三个罚球 并且每场比赛只能够命中2.67个罚球了 没有了罚球 哈登直接不会打球了 他本赛季的数据之所以这么差 也是由于裁判突然不给他罚球 正在对哈登进行针对 这场比赛哈登16投只有6中 三分线外也只有8中2 虽然有失误加7加8 但是出现了8个失误和5个犯规 而且新赛季开始以来 哈登场局18.3分7.3个篮板8个主攻 但是每一场比赛都要有5.7次失误 投篮命中率也只有38.8% 每场比赛失误接近6次 就算送出了8个主攻 起到的贡献也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美国媒体更犀利的显示 新秀赛季以来哈登的罚球数量都从来没有这么差过 哈登进入联盟的那个赛季 是200910赛季 场均罚球3.2个 结果现在场均就只有3个了 而且自从加入到火箭之后 8年的时间里哈登有7年罚球数量上双 巅峰赛季场均罚球11.8次 每场比赛光靠罚球就能得10.2分 很多人一场比赛总得分都没有10分 哈登光罚球就能轻松罚出这种高得分来 这就是一个底一般的事实 结果现在哈登突然得不到罚球 3个赛季场均只有7.3个罚球 本赛季更是场均只有3个了 3场比赛9个罚球 和他巅峰期场均11.8个罚球简直不是一个概念 相当于他新赛季打4场比赛才能和他巅峰期一场比赛相同 这是对于哈登的一个严重的针对 说明他被削弱了 而这对于哈登不是个好消息 新的规则已经实行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他必须适应没罚球的情况 你想要有罚球也没有了 如果哈登不适应这个情况 未来他输的只会更多更惨 而且为什么同样是新规则改变 杜兰特就没有受到影响呢 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新赛季杜兰特场均313加10加6还更强了 说明你要真的是顶尖超级巨星 这种感觉不应该会影响你的 哈登也不能永远把矛头对准规则的改变 找借口说改规则了 所以他被犯规也不吹了 你就得适应这样的情况 当初他没场比赛罚十几个球 对面甚至都不敢对他上强度防守的时候 他有没有考虑过他对手球员的感受呢 规则的修改让对手不再忌惮哈登的突破 当哈登外线三分球不准的时候 哈登就变得非常尴尬 更加尴尬的事情 哈登的地命可能并不是几场比赛 如果篮网队没有发生体系的改变 在同样的规则下面 或许篮网队将再也没有哈巨星 只多能拥有个哈首发 如今的哈登在进攻端威胁 已经是直线下降 现在他更多的成为了一个 纯组织类型的后卫 进攻端他的威胁无限缩小的情况下 多兰特肩膀上的担子就变得无比沉重 目前他们已经打了三场常规赛 输掉了其中的两场 唯一赢得一场球还是面对 76人时后末节才艰难逆转胜利 这也多亏了格林在比赛中送大礼 蓝网队现在暴露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并非是NBA有意针对他们才导致输球 而是他们的整体打法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赛后接受采访时 很多话题都围绕着他是规则调整的受害者 记者问哈登 是否认为自己成了规则调整的代表人物 他回答道 是的 肯定的 但我不是那种喜欢抱怨的人 无名已经形成 想要摘掉就很难 哈登还表示 不会被规则所影响 我正在恢复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会上升 并且会继续变得更好 不过哈登显然还有些当局者明 可杜兰特确实旁观者清 在赛后谈到哈登无法再制造反规仪式时 杜兰特表示 老实说 我本认为规则改变并未影响到任何人 但哈登必须进行调整 因为裁判不再为他享受了 当然 新赛季才打了三场比赛 所以哈登还有时间调整状态 只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吹发尺度改变之后 哈登的进攻杀伤力肯定会直线下滑 而如今欧文又搞事情无法归队 蓝网队只靠杜兰特一个强攻点抗战 前途也实在让人担忧 另外一条消息 今天开拓者坐镇主场迎来了太阳的挑战 本以为太阳会轻松击败开拓者 毕竟他们的阵容厚度更加出色 但是没想到开拓者却以134比105击败了太阳 31分的惨败估计谁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即便开拓者变强了 但是太阳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这是里面有什么原因 我认为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CJ麦克勒姆的爆发 此一CJ全场19投10中 3分11中6拿下28分3篮板 在第三节他更是一个人拿下了15分 直接把比赛打没了悬念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就是太阳没有重用艾顿的原因 艾顿身为太阳除了保罗和布克之外 最为稳定的得分手 结果整场比赛仅6次出手拿下8分3篮板 可以说他在本场比赛得到的机会非常少 根本没有任何单打的战术地位 艾顿的单打能力没有问题 他的投射范围能够覆盖整个三分线以内 而且地位进攻技巧也不错 但是太阳就是不给机会 9连麦基正场比赛都得到了9次出手的机会 蒙蒂和太阳这么做确实让人很意外 但是想想又觉得并不意外 因为太阳大概率是不想给艾顿顶心 艾顿的天赋大家见过 上赛季季后赛虽然被字母哥蹂躏 但是面对于基奇和浓眉哥 他却打得有来有回 能力和潜力自然不必多说 上赛季季后赛场均15.8分得分全队第三 本以为新赛季他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结果新赛季他的战术地位却是不升反降了 新赛季的两场比赛场均出手 仅8.7次拿下10分 两项数据均创生涯新地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太阳的小心思了 为了不让艾顿拿顶心 他们能接受多输几场球 然后让艾顿的数据不好看 周杨一来等到休赛期谈续约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有底气给艾顿一份低于顶心的合同 上赛季的鲍尔就是被踢湖这样针对的 不给球权 一个空位打起了无球 周杨让鲍尔在休赛期没有得到顶心 但是鲍尔不傻 不给顶心我就走 结果他加盟了公牛 虽然没有得到顶心 但是也没有成全踢湖的阴谋 虽然本赛季踢湖拿下了格雷厄姆 但是球队整体实力明显已经不及以前 太阳如果这么玩下去搞不好 就会走踢湖的老路 艾顿百明了想要顶心 铜剑的炭花 五号秀 甚至十三号秀都拿下了顶心 我一个状元实力不比他们差 为什么要低于顶心 太阳的套路就怕艾顿不吃这一套 到时候太阳就得不偿失了 我觉得太阳真没必要这样 他们有钱续约布里奇斯 还给了沙梅特一份价值不菲的合同 如果不给他俩续约 他们完全有钱续约艾顿 布里奇斯四年九千万 沙梅特四年四千三百万 这合同足够给艾顿了 一个管理层不讲诚信 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核心离开 这不是太阳球迷想看到的 但是如果管理层不作为也怪不得球员 难道刚要崛起就要负面吗 提约 准备 和 赞